这间房间其实主要是因为 这边是三面采光 然后而且可以看到这个房子里面 其实是没有柱子的 客厅 厨房有大片落地窗 一进到家里光线非常明亮 思维在2018年埋下 位在桃源归山的这套房子 就是看中这里交通方便 邻近交流道 还有房屋装潢都能直接入住 这边你大概看到也是只有十几瓶 但是你就会觉得 一进来那个感觉会很舒服 那前屋主他其实用了 蛮多木质掉的东西 所以那个书柜 铁键 然后那个门这边的柜子 其实都是前屋主留下来的 为了离上班距离近一点 购屋选择往桃源找 还好在疫情之前就先买屋 因为隔一年疫情爆发后 随着台商回流 油资多 炒房投资客大举进入房地产 房价年年飙涨 这套房型室内坪数大约26坪 而且是在房价比较平稳的时间点购入 因为在疫情之后 整个房市价格是大幅的上涨 尤其是在桃源这一代 房价涨幅也非常的高 而政府是寄出了一波波打房的政策 到底成效如何 但是疫情后就发现 我们喜欢的房子 已经要跳到2000万了 我在大员工作 然后那边的房价更夸张 就是大概疫情 后疫情时代大概是 也就是三年前 大概两三年前 他大概十七十八万一瓶 但现在在大员 就是被说那个 什么航空园区那边 他现在一瓶要三十万 三十七八万到三十万 而且是两三年间的事情 在经过疫情的房价高点后 要以小房型换成大房型 南上加南 以全台二零二三年 城屋总价第四季 对比第三季涨幅 台中百分之七点三二 桃源新竹百分之七点三三 台南百分之四点四五 新北百分之二点一四 台北市百分之一点八七 以及高雄的百分之四点六一 新竹桃源在六都中涨幅最大 主要原因是周边外溢效应发酵 双北生活圈往外扩散 再加上青浦高铁 未来结合航空城开发 捷运绿线串联陶基线 将成为大台北都会 扩大后人口净流入的重镇 其实它有很大的一部分的需求 是来自于台北市新北市 就是很多原来住在公寓的这些家庭 因为我们桃源就是有很多重化区 所以它新盖的房子会比较多 所以它可能也是吸引了 从台北市新北市过来的这些宜居 有可能会让像桃源 甚至是新竹 这几个临近台北的地区 它的房价就会居高不下 随着桃基高铁串联 让不少年轻族群买房选择往房价只有台北 三分之一的桃源购物 政府寄出打炒房政策 房价仍是难以降温 看看双北 尽管房价涨幅来到最低 但也有例外 在政府寄出打炒房的政策 抑制了交易量的成长 不过在这一年以来 由于股社带动之下 整个大台北地区出现了还涨的局势 像是在这个新典安坑这边 因为供给量少 所以像是小宅中古物的市场 也出现了一波涨势 像是这一间物件 涨幅就达到6% 生活机能好 即便是在新北的蛋白区 房价还是高不可攀 成长6%到8% 刚性需求还是需要 那再加上说 这个供给量并没有增加 在我们这个新店安坑这边 并没有增加太多 所以这个可能在中古市场 买不到产品 就可能会价格就可能会增加 2020年疫情期间 央行降息 也让投资热钱涌入房地产市场 要抑制房价高涨 政府率先祭出首波选择性信用管制 开启新一波打炒房的开端 但仍然抑制不住交易量 2021年的第二波选择性信用管制 房地合一税2.0 实价登陆2.0 包含预售屋契约被查 禁止红单转售等等 接着更一连串的第三波 第四波选择性信用管制 但仍然没有奏效 2022年台北市新建案单评突破百万元大关 以房地合一税来看 它基本上是对 你在短期要把房子卖掉 它就是要付非常高的税 过去就是你如果持有两年 你就要卖掉 要磕35%的税 现在是提升到45% 从2022年到现在 经过了两三年 它一开始可能是 是在抑制短期的需求 就是有一些投机需求 它就是因为这样的政策 而退出市场 但是时间稍微拉长一点 到现在我们看到的 就是它也抑制到了攻击 我们有一些选择性信用管制的 一些做法 也是针对建商 政府一面抑制房屋交易量 也防止建商炒作房价 2022年打出购地贷款 要在18个月内完工 又遇上全球性通膨 美国开始升息循环 央行也跟着升息 虽然房价抑制效果不大 但交易量确实受到冲击 被台湾的新建案销售率跌破五成 2023年除了再度升息 也有第五波选择性信用管制 平均地权条例修法上路 重罚炒作行为 不过央行资料显示 不动产贷款占总放款比率 2024年1月底来到37.45% 高于2022年底的36.8% 等于央行实施房市管制以来 不动产贷款集中度不降反升 打炒房似乎沦为空谈 你会看到说三个部会 乱建齐花的打房 几乎房价是越打越高 因为刚性需求被垄断 所以市场才会被房价拉高 房价一拉高才有炒作的现象出现 双北市因为三反六线 台北市的交通结合 新北市的交通三反六线 都会扩大的时候有什么效果 台北市就比较涨不动 所以打房基本上就是说 我们现在要让打房 要真的政策要有效 应该是用长线的措施 长线没有做的话 你短线再怎么打 都是没有办法去扭曲 那个市场的机制 购物组五感房价有趋缓 打炒房政策与房价上涨 成为两条平行线 要避免房市经济两败俱伤 就得拉长做长期规划 真正达到痛点 成为房市一剂两药 TVB的新闻 与新汉刘军台北桃源 采访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